本节节目 我们俄美酒家在北京已经有70周年的历史了 是梅莱芳先生提词的 他当时也是特别喜爱吃我们俄美酒家的公宝鸡丁 干烧桂鱼 这个都是我们家的镇店名菜 然后基本上也是每桌客人必点的 我们晴朗的这个机器人是在三个月多之前 然后就引进的这个机器人 用的特别身手特别好 他们跟我说过说经理 那个晴朗机器人上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一些工作量 然后帮助了我们员工很多的忙 就是送餐呀 然后就有时候送外卖 美餐外卖也是我们机器人给我们去送 帮助特别的 然后也减少了就是员工送餐中的一些意外风险 假如有水煮鱼那个器皿 就是有油什么的也比较重 所以也能在人力这一块给员工节约省力的 尤其是今年有那个疫情嘛 然后在那个人员控制上 成本上也有一个减轻的 一般的传餐员是有七到八位左右 对然后晴朗的话现在有四位 减少了一半的人力 然后在就餐中那个小朋友也特别喜欢 咱们这个机器人后面追着跑着给他对话呀 然后说告诉我爸爸妈妈 下次我还会来这家餐厅吃饭的什么的 都特别好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